这话一出口啊 有人下意识的看看窗外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万表流行力天书借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我们接着讲 劳力士水鬼在豪华化路线上 所经历的挫折 1978年16800问世 首次用上了蓝宝石镜片 表格造型也有那么点意思了 劳力士内部的无力派 跟当年搞出金水鬼的小鱼的叫板 你不是挺牛吗 你倒是给钢水鬼 弄出一个中途表耳啊 现在拼的是钢表 在那些日子里 小鱼子没少出闷烟 眼看都1979年了 水鬼表盘上印有天文台认证字样 表罐旁也出现了护肩 防水也达到了300米 但表链与表耳的连接处 无明显改进 全钢水鬼不行 那么剑金水鬼有希望吗 小鱼子主张 利用全金水鬼的设计 改进剑金水鬼 但遭到了反对 反对的理由无非是金刚不同性嘛 甭像把你全金水鬼的模式复制过来 小鱼子察觉到这些人有些情绪化 没办法 少数服从多数吧 你一定以为小鱼子又到外面抽闷烟去了 其实没有 他戒烟了 没准去撸铁了 直到1988年 前行者见金款 虽然手节链接中间仍然是拼接式猴节 有结构性缝隙 但由于表圈表链中间链接均为K金 所以视觉上呢容易形成一体化 这算小小的进步吧 有一天劳力市开会讨论无力水鬼的改进问题 有人说我们瑞士经历了实营表的冲击 局势越来越明朗了 一线品牌就得出豪华的万表 而不是当年的工具表 所以无力水鬼可以下架了 腾出产能给有力水鬼 这时候小鱼子说话了 虽然我主张咱们劳力市应该越来越豪华 但无力水鬼代表着劳力市前行者的荣耀 我觉得应该保留豪华的问题 咱们应该把它跟有力水鬼放在一起 全盘考虑 这话一出口啊 无力派惊了 有人下意识的看看窗外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的天哪 1989年16610用上了3135机信 904L不锈钢 但外观跟无力水鬼一样 仍然是拼接的中途 甚至还是穿钉表尔 甚至1990年问世的无力水鬼 一直到2009年还是这种拼接式的猴杰 眼看到千禧年了 劳力市的水鬼还没能实现整体式设计 后来有一个周五的下午 无力派的人找到老鱼 说我听我老婆说呀 他们看了一个论文 关于904L不锈钢的加工特性的 不是都说904L是神奇的合金吗 这个论文讲的就是这种合金 在航天领域的加工技术上的突破 或许对你改进有力水鬼有帮助 我什么都没说啊 感谢你当年力挺无力水鬼 老鱼终于得到了改进全钢水鬼的机会 到2000年16610出现了表尔中突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豪华运动表 完成了整体式设计的全面进化 老鱼也光荣退休了 到了2003年 绿水鬼开始被爆炒 从这一天开始 水鬼从一个打打杀杀的少年 终于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了 话说14060的拼接猴杰 劳力士并没有抛弃 被14060M保存下来了 应该说14060M这一支 满足的是铁杆的水鬼迷的情节 但论颜值却被16610甩了几条街 14060M作为最后一代表尔穿钉的劳力士 2012年也停产了 到现在劳力士这个大英雄得到的elixir 练得真丹 应对豪华运动表的各种挑战 那简直是一如反掌 你们谁能抵挡 不过要先解决14060的问题 14060无力水鬼 一方面有忠实的铁粉要保留 一方面拼接式猴杰和穿钉表尔 似乎与劳力士已经享有的名望不协调 其实我不说你也不一定知道 原来14060和16610之间的恩怨情仇 被豪华的表壳设计一笔勾销 六位数时代 无力水鬼和有力水鬼 分别是114060和116610都采用整体式设计 外观上表冠户桥和表尔更加丰满 更雄壮 自然也配上了终止表尔 2010年116610LV 陶瓷表圈替代了铝制表圈 绿鬼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但114060在2020年还是挺长 理论上更稀缺呀 116610可以说是目前进化最完美的潜航者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 水鬼从原来专业潜水表计划为豪华运动表 而且会越来越豪华 那么水鬼的下一步改进将是什么呢 这是个系统工程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不过你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反正不会损失什么 这里我给出两个思路 一个是114060的思路 另一个是水鬼如何在不使用贵金属的情况下更加豪华 你必须跳出水鬼这个圈才能看出来 目前所有的钢水鬼的链带都仅限于拉丝处理 这可以算是专业血统决定的 但是如果想继续豪华下去 能增加点什么让你愿意多掏钱呢 感谢大家关注 欢迎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